为协助更多失业人士及其家庭 政府纵援计划下的援助失业人士特别计划 将适用于身体健全申请人的资产上限放宽一倍 这个措施将会延长6个月至明年5月31日 政府会在纵援计划推行新安排 豁免身体健全申请人拥有的保险计划 现金价值计算为资产为期一年 为舒缓市民的交通费负担 政府决定延长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 在2021年1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 政府将继续为每个月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的市民 提供三分之一的补贴 每月补贴上限是400元 预计每个月可围及大约380万名市民 原定今年年底结束的港铁车费白折优惠 都会延长至明年3月 另外政府明年8月将短期食物援助服务计划 恒常化 并会为此预留4亿1千5百万元经常开支 支援难以应付日常食物开支的个人和家庭 从此任期間開支出更兴趣的逮捧